凤凰 乖乖交出真经 我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 不掂量掂量自己有起心脊梁 你不管念什么经 都是废 找死 华儿不识的招式 一碰就碎 原父陈锋 得到比天际功法还高齐的西式陈青 我天元皇朝朱元老 对他降下制裁 凤儿 我们赶紧撤 玉儿 吕老 能坚持吗 能 梅姨 玉儿 吕老 必须就地疗伤 我们就在这里对敌 嗯 竟然来了三个八大驻国的掌权车 我不过是一届武动书院长老 欢迎我也不需要这么大阵仗吧 陈锋 赶紧交出西式真经 西式真经 我修行的不过是云家祖传功法 不可能 五王六星能击败五王九星 云家功法若能做到 早已惩罢天元皇朝 他不肯交 就强行抽出来 你们号称天元皇朝八大驻国的掌权人 坐拥资源无数 却要从我这小辈身上抢夺功法 真是无耻 哈哈哈哈 你们随便抽 只怕你们承受不住这力量 暴体而亡 死到临头了还最硬 看我废了你 求伤无耳 谁 天元皇朝将军 云复天在此 还不跪下 鼓动书院 崇晓长老柳承意 鼓动书院 崇晓长老呼言广多 前来助阵 父亲 大哥二哥 你们来的真是时候 你小子真不让我省心哪 这是云家功法 到时候你要用这招对付他们 不要用你母亲的功法 用这功法以假乱真 父亲您手段还真多 三弟 这三人都是硬查 你如果要撤 我们就掩护你走 我等四人并肩作战 必叫那几个贪婪小人 屁滚尿流 好 三弟 就是在欺负 你嘴上是从来都不肯吃亏 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父亲 大哥二哥 你们对付他们 我要你们去云家功法 尽快吧 否则你爹我 已经把他们都杀了 云伯天 即使你境界比我高 也挡不住我烈阳家祖传秘籍 像你这样嘴硬的 我不知在战场上杀了多少 嗯 嗯 万剑 唯一 雕虫小技 雕虫小技 八大祖国不传秘籍 还真有点意思 嗯 我来 我来 星河永恒 万象便衣 呜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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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啊 啊 八大驻国真是穷窝囊废 风儿 云家有你这样的后继者在 我就放心了 三弟 你也太威风了 挫败许家 打退八大驻国 这也多亏了你们相助 太好了 陈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没事的 玉儿 不用担心我 就算他们八大驻国都来了 也会被我一一击败 我当然信你 陈锋啊 多谢貌似相救 我们先回书院吧 你也损好甚多 我要进一步帮你和韩语儿调理 父亲 大哥二哥 我们先走一步了 一起回去吧 有些事还要跟你商量下 去吧 别让我家儿媳有什么闪失 陈锋 你来得正好 大哥二哥 为何发愁 三弟 前些日子一个叫龙霸天的弟子判处书院 在神鹰古城里杀害了众多同门 弄得上下人心惶惶 而我们二人又在修炼的关键期 只能发布任务 招揽实力高枪者去捉拿这次 这都过了好些日子了 竟没人敢接下这个任务 交给我吧 五日之内 我必定拿下它 好 我们俩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上面刻了拘捕令和肖像 这龙霸天绝非善茶 三弟 你刚经历了大战 还是带点帮手一同前去比较稳妥 多谢提醒 那我明日和育儿一同前去 奇寡言哪 抓个犯人都要带着媳妇